现在提前还房贷捐成了热销的理财了 本周的涉容数据出炉了 前五个月住户部门中长期贷款增加了大约是8600亿 可问题是你知道吗 前四个月就已经增加了大约8100亿了 那也就是说五月份只增加了大约500个亿 去年五月份什么情况呢 有将近1700个亿 今年跟去年比大幅下滑了60%了 那这个数据的主要代表的是房贷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现在不仅是新增贷款减少 还有越来越多人在选择提前还贷 另外呢还有券上的延报也显示了 居民早长率指数 也就是提前还钱的金额 占到总债务的这个比例正在加速的上升 四月份已经达到了37%的历史高位水平了 现在呢如果你跑到银行去说我要提前还贷 那对不起你要排队 由于还贷人数快速的增加 现在有的银行甚至需要提前申请 搞不好得等上两三个月才能还上钱 去年呢很多人还都在讨论该不该提前还贷 今年干脆不讨论了都直接动手了 那为啥都要急着还贷呢 主要是因为贷款的利息太高 而存款的利息太少 同时呢以前建的那些存量房贷的利息 比现在新发的房贷的利息高了太多了 现在呢存量房贷的利息并没有降低太多 很多呢还是在4%到5%的水平 而今年就市之后的新发房贷 利率已经可以低到3.5%以下了 这个差距是巨大的 那之前房贷高也就算了 毕竟那个时候定期存款还有4%的利息呢 有的时候还能找到6%的收益凭证 甚至8%的资管产品 可是现在呢像这样的高息理财 已经都找不到了 而存款的利息连2%都不到了 所以呢继续拿着存量房贷 就意味着每年会产生2%的负收益 所以呢现在提前还贷 居然成了最划算的理财了 那么新发的房贷取消了利率下限 但是存量的房贷却没有做调整 这就看起来很不公平 所以为什么不直接一刀切呢 新老房贷干脆就全部下调好了呀 很可能是为了考虑到银行的承受能力 今年一季度商业银行的近期差 已经下降到了1.54%的历史低位了 上市银行业绩也出现了负增长 那如果一下子把所有房贷大幅下调 银行的业绩将会急剧下滑 搞不好一些中小银行 可能都会不堪重负原地升天了 而未来呢存款利息几乎可以肯定的说 将会继续下降 利率降低了 银行的成本才会下降 存量的房贷也才会有了降息的空间 那未来很可能会出台一些合同置换的政策 再不产生新的交易的情况下 把存量房贷的合同换成新的 取消利率下限 那么在过去呢 其实房贷它充当的是信贷发动机的角色 每一份房贷都是把未来30年的一部分的收入当场给提现 大量货币呢 就这么通过房贷从未来 湖北前脚刚说武汉要见迪士尼了 后脚就被迪士尼给打脸了 这个事呢 今天一会儿又是上热搜 一会儿又是删稿的 到底怎么回事啊 其实起因是在今天一大早 湖北的官方账号 湖北发布发了一条消息 说这个迪士尼乐园会有希望落户武汉了 结果这个消息就被迪士尼给光速辟谣了 湖北发布随后也把这个消息给删掉了 那怎么来看呢 反正我是觉得双方在之前应该确实是接触过的 而湖北对于拿下这个合作也蛮有自信的 所以才会发布这条消息 要知道目前全世界总共有六个迪士尼乐园 其中有两个在美国 有三个在亚洲 分别在东京 还有中国香港和上海 剩下的一个呢 是在法国巴黎 目前迪士尼的这六个乐园的位置 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的 也确实是产生了非常好的经济回报 你看看迪士尼公司的股价就知道了 除了这几年由于疫情的原因走的相对较弱 长期来看都是持续走牛的 那湖北从地理位置上来看呢 它处于中国最中心的位置 自古号称九省通渠 水路有长江 铁路上有很多的干线经过 交通真的是非常的发达 而邻近的省份基本上也都是经济人口大省 比如说像河南陕西 重庆湖南 安徽江西 这些都是直接跟湖北接壤的 那么加上湖北这七个省份总人口都接近四个亿了 更不用说还有潜在的四川贵州和河北等地 而美国总人口也才3.2亿 然后从经济上来说呢 邻近七个省的GDP总和达到了30万亿 跟整个日本的GDP也就只差一点点 而在其他的竞争对手中 长沙的交通上不如武汉 郑州的消费能力要弱一点 而合肥又距离上海太近了 重庆跟西安的位置都有点略偏 所以不管是经济人口还是交通上来讲 在中部地区 如果迪士尼真的想再找一个新的乐园地址的话 那武汉确实是最优的选择了 可为啥迪士尼要火速的否认这个事情呢 其实这也是迪士尼一贯的风格了 因为迪士尼这个IP实在是太值钱了 在全球它都是甲方爸爸 想当初上海引进迪士尼 各种谈判也是花了九牛二虎之力的 那武汉目前的谈判才到什么阶段呢 没确定的事情就不让你拿出来说 要知道迪士尼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 是从不让人白嫖的 这事在全球都是出名的 有个段子是这么说的 假如你不小心飘落到了一个荒岛上的话 那你最好的求救信号 不是画一个大大的国际通用的SOS 也不是夜间点火白天放浓烟 而是应该赶紧在沙滩上画一个米老鼠 那么迪士尼的维权人员 保证24小时内就上门了呀 那么迪士尼跟武汉在未来还会有结果吗 反正我是乐见其成啊 因为这个事情确实对大家都是有利的 咱们中国现在需要提振消费信心 而迪士尼呢是一个非常好的IP 如果乐园一旦建起来的话 不管是交通酒店餐饮等等的消费 都将会是几何级数的拉动效应 而迪士尼本身 它也需要咱们的中国市场来提振它的业绩 这几年因为疫情的影响 迪士尼在全球也受到了非常大的冲击 前不久不是还爆出来吗 它今年不得不裁员7000人以节省开支 可唯独在咱们中国市场上 迪士尼的日子过得非常自然 王思聪一出现就是话题 以前呢这位国民老公出现的时候 身旁总少不了美女的 但这回呢他是跟政府部门商务签约 人家政府同志也好 他自己的下属也好 一群老爷们都是西装革履的 唯独王校长从头到脚 喂一家运动鞋 搞到场面多少有点诡异 有网友说 他受了那么多年的西方教育 还这么没素质吗 也有网友回对说 这有啥呀 马斯克陪加州州长访问的时候 还抱着孩子呢 不知道小王这次签约 会不会让老王有点欣慰呀 王思聪是以北京环具商业 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的身份 参加了山东泰山文旅健身中心 项目的签约 文旅那可是王建林的梦啊 不久前有媒体爆出老王的近照 憔悴报寿 完全是个退休小老头的济世感 莫非小王这是心疼老王年近70 准备要接班了吗 2023年 小王真可谓是负面消息缠身 一会儿说他是打人赔偿了209万 一会儿呢 又是他的公司因为2.4万成为了被执行人 但是现在到了年底 王校长突然穿着不太正式的衣服 干起了正式的事 这次北京环具主要是参与了 泰山文旅健身中心的体育场项目的改造 王思聪说呢 他将会全力以赴的把这个项目建成 即娱乐健身 四季滑雪 运动酷玩 青年社交 和亲子科普鱼一体的度假目的地 从公开信息看 这是王校长首次涉足到实体的文旅项目 文旅曾经是王健林的梦想 但是2017年的时候为了还贷 万达断臂求生啊 将文旅板块的核心资产打折 卖给了融创和富利 当时的卖卖卖的确是帮老王躲过了一劫 但是呢 文旅梦也灰飞烟灭了 现如今小王不再玩娱乐电竞 重走了父亲的老路 真的是为了接班吗 实际上 王校长担任董事长的环具 股权穿透看 跟万达是没有关系的 多位万达相关的人士也推测说 这则签约大概率跟万达没关系 也不算是接班的动作 而是王思聪自己的事业 说起接班这个事 过去十年里面 王健林是多次在公开场合 回应过这个话题 他说我跟思聪谈过几次 但是他对接替我的工作不感兴趣 他认为管理超过十万人太难了 而王思聪在2016年的时候 也曾经正面回应过 说父亲虽然是快63岁了 但是还是可以工作许多年 他跟我在接班问题上 并没有进行过深度讨论 父亲说是儿子不感兴趣 儿子说是父亲 没有跟自己深入讨论过 这听着怎么没对上呢 事实上啊 在去年的八月底 王思聪还卸任了万达集团的 董事职务 并且因此冲上了热搜 当前的万达确实是烫手山芋 别说王校长了 连老王自己都快招架不住了 过去三年 旗下的珠海万达商业管理集团的 港股上市这个事 一拖再拖 可是呢 与各路投资人签的 300多亿的对赌协议 里面约定的上市时间就是今年底 现在只剩一个月了 有权威媒体报道说 王健林现在是试图延期至四年内 分期偿还股权回购款 所涉及的300亿 但是初步的方案 未能获得投资人的同意 一方面没有办法上市融资 另一方面现金流又还在恶化 今年上半年末 万达商管的现金资产 只剩下146亿了 同比大幅减少了53% 而有息负债却达到了1412亿 其中一年内到期的就有292亿 有耶能士就说了 如果上市失败的话 那万达商管的资金流动性 还有信用状况 可能会进一步的恶化 就算是上市成功了 当前港股的流动性差 估值也比较低 IPO能获得的资金量 也会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话说当年的老地产们 有进去的 有躺平的 有退休的 而老王还在日夜奔走 但是连波老矣啊 小王无论是否心甘情愿 接班这个事 他早晚得考虑吧 苹果这需要失去C位了吗 最近我们看到 苹果出现了罕见的大降价 18号开始 iPhone15最高降800元 其他的苹果产品也会跟着讲 与此同时呢 我们看到今年第一周 iPhone中国销量下降30% 2024年的苹果 真的是连遭利空 1月2号 股价就出现了大跌 市值一夜蒸发千亿美元 下跌原因是 它被华尔街投行 发布了看空研报 把苹果的目标股价下调到160美元 比当时的股价要低了14% 然后1月12号 苹果全球市值第一的宝座 又被微软给夺走了 上个月苹果的股价才创的新高 市值占上了3万亿美元 这才一个月过去 怎么就被各种泼了冷水呢 其实真不是华尔街空穴来风 苹果的成绩单确实不好看 10月份公布的2023年的年报 它的营收和进院都同比下滑 直接原因就是这个iPhone15的创新不足 虽然降了价 但是销售还是拉垮 不过如果仅仅因为iPhone15的产品力不足 就全面看空苹果 那华尔街是不是也太草率了呢 要知道在过去10年中 微软曾经两次超过苹果的市值 但是都很快就被苹果给反超了回来 可是这次真的有可能不一样了 在上周五呢 华尔街有一家讨厌机构也宣布说 要把苹果作为做空目标 它的判断是苹果的股价会下跌30% 这个事就意味着 有一些机构已经不再认可 苹果未来会是马拉松冠军了 而看空它的理由 也不仅仅只是因为iPhone15 而是因为它错过了这两年最大的事 人工智能 2022年随着OpenAI推出ChetGPT 掀起了全球的AI浪潮 微软对OpenAI的投资累计130亿美元 生成是AI能够加持微软的所有业务 然而苹果却没有任何AI的故事 在去年6月的全球开发者大会上 CEO库克还固执地回避了AI这个词 使用了ML也就机器学习来代替 一副要跟AI划清界线的样子 然后去年的10月份 苹果又好像突然开窍了 让三位高级副总裁牵头冲击大模型 但是到目前为止 交出的几乎是一张白卷 也正因为如此 2023年美国大型科技股集体狂欢 纳斯达克指数全年上涨43% 但是苹果在七巨头当中是垫底的 只涨了48% 而抱了AI大粗腿的英伟达涨了239% Meader涨了194% 有人说了 库克跟乔布斯是商人跟梦想家的区别 如果乔布斯还活着 那面对突飞猛进的AI 苹果绝对不会这么迟钝 但是呢 想想把这个板子打在库克身上 好像也不是那么合理 库克毕竟不是乔布斯那样的科技天才 他是一位销售天才 当年乔布斯重回苹果的时候 产品滞销 库存积压 亏损严重 是乔布斯三顾茅庐挖来了库克 结果一年内苹果就从亏损10个亿 变成盈利3个亿 同时呢 还把公司管理的井井有条 乔布斯病重之后呢 就把捷利棒接给了库克 而库克呢 也成功的把苹果的市值 从400亿美元干到了3万亿美元 特别是他把供应链放到了中国这个事 让苹果真是银麻了 感觉乔布斯创造了苹果 而库克成就了苹果 但毕竟做管理出身的库克 确实会让苹果的创新基因 在慢慢的弱化 而走到2023年 就从量变到质变了 最近苹果公布的库克2023年的 总薪酬是6320万美元 比2022年减少了三分之一 同时两个月以前 库克也透露说 他即将要离开苹果了 那谁会成为下任CEO呢 大胆的猜测一下 恐怕会是一位更加乔布斯那样的人 库克可以说 让苹果从一个机灵精怪 不修蝙蝠的小伙子 变成了一位成熟优雅的高富帅 但是十年婚姻过去之后呢 苹果现在开始中年油腻了 他现在最需要的恐怕就是一位 能让他重新焕发出青春活力的梦想家 而且得越快越好 今年正在发生一个重大的变化 稍不留神可能就会让你血本无归 牛伞中格都说 他以后再也不敢重仓一只股票了 咱们今年呢 恐怕一定要把四个字作为第一原则 哪四个字啊不要踩雷 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看到九分钱的A股 ST保利一个月从一块钱到九分钱 上个月买一百万 这个月只剩九万了 月初的时候呢 曾经的医药白马股贵州百灵 因为财报被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 就毫无预兆的被ST了 十万散户闷声吃下了七个跌停 今年还不到五个月呢 已经有七十多家新增ST 二十四家直接被退市 提前锁定了A股有史以来最大雷年 就连牛伞中格都说 现在不敢再集中仓位了 再看好 仓位也不敢超过百分之二十 生怕突然被ST 牛伞都这么谨慎了 那对我们这些雄伞该怎么办呢 只能在三方面做出应对 仓位 时间和策略 具体怎么说呢 首先在仓位上 哪怕走出牛市啊 仓位都应该避免单调缩哈 可以加大配置ETF的比重 比如说你看好指数 就买指数ETF 看好行业 就买行业ETF 尤其是那些对于公司分析 对于股票的选择 不太擅长的朋友 可以降低一些收益预期 配置一些这种组合标的 那么在时间上呢 盯紧一年四次财报发布的时间 绝大多数的雷 都会抱在财报的第二天 所以呢 得盯紧手中公司的财报预告 财报发布的当天 就不要大幅加苍朗 甚至减掉一些以防万一 这里呢有个小知识 提醒一下大家啊 财报实际的发布时间 并不是预告的那个时间 而是预告时间 前一个交易日的晚上 比如说预告时间是4月30号 那实际的发布时间 就是4月29号的晚上 在策略上呢 加大对于流动性跟趋势的关注 新规之下 A股加速分化呀 以后大概率会跟港股美股一样 出现大面积的仙股 也就是那种不断的阴跌 也没有什么成交量的僵尸股 所以呢就不要再去重仓 那些1000万就能拉上10个点的公司了 因为这种公司万一出什么事 你跑都跑不掉 趋势方面呢 则应该更多的选择顺势而为 也就是买强不买弱 追涨不抄底 而且呢在趋势破坏的时候 及时止损 那那些对于基本面 比较挑剔的朋友 干脆就扇翻就剪吧 只做财报最好的公司 今年我们看到财务造假密集曝光 但是你要知道啊 造假的公司 它一般不会把三张表 做的无可挑剔 各项指标都做到行业第一吧 就好像考试作弊的学生 可能会超到八九十分 但是呢 它超不到第一名 总之啊 今年避免翻车是第一 而追求多少收益 恐怕只会是一后面的几个零 算了 你认购吧 你我一种免购吧 明头还有不是